我在生长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是非常封闭的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朋友 那我的唯一的朋友就是书籍 即使我对我讲念书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以前一开始理解成文字 后来我把它理解成声音跟图像 所以我就记得了 但是事实上的缺陷 并不代表就是 我人生就会毁在这里 而是你自己在 漫长的成长过程里面 你就会摸索出一个 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 大家会去 不小心攻击跟你不一样的人 那你就努力一点嘛 你有什么不专心 专心啊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 其实他们的process的方式 就是本质上就是跟你不一样 不是 嗨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欢迎到李克太太 今天坐在我旁边是一位 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人 谢哲青 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就是 他知道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觉得你很厉害嘛 因为我看你去参加那个新攻略 然后你在答题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答题 他能跟你说 一世多少年多少年 哪一国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国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是这样子 然后在猜动漫 日本女性最受欢迎的动漫角色 是 他还有办法说出 漫画家就算了 他还说得出来他老婆是谁 我觉得这真的是 这太厉害了 因为刚刚好知道啦 如果问我那个以外的东西 我可能就会不知道 可是他那个是超广的欸 他不是就比如说只有科学或是只有人文 他是全部文 我很想要知道怎么做到的 因为从小到大 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历史跟地理 为什么历史跟地理对你来讲会变很难呢 他好像不是用理解的 他是用记忆的 然后我就会开始放空 小时候的我啦 对那个东西比较没兴趣的话 就很容易闪神 我们理解或记忆事情的方式 如果跟我们的情绪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记不得的 那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学历史的时候 会觉得说历史很困难的原因 正是因为就是说 他认为历史跟他没关系 那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些事情 他就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你对人有没有兴趣 如果说你花比较多时间 在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的生活的某一个范围里面的时候 那你也很难对历史跟文学产生共鸣 这个是理解上的同理跟共感 它不是问题 而是我们在心理成熟发展的过程里面 本来就会发生的现象 所以大部分的人小时候 本来就不喜欢历史 除非你小时候就很喜欢听故事 然后你对人充满了兴趣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他想要这样做 然后你才会对历史充满好奇 哦 难怪我是老了之后才觉得 哇 学历史好像很有趣 也没有老啦 是年长以后啦 长大以后 我小时候真的觉得 我记那干嘛 我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我就是去查一下就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叛逆的 不想要学 是 实际上呢 如果能够查得到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去记它 例如说电话号码 就电话簿这个 如果说你查得到的东西 你干嘛去记它 你记不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生日 记得 记得吗 你记得自己的生日吗 记得 然后重要的日子你会记得吗 为什么 因为是有刚刚 就听说有感情的 对 例如说好生日好了 在这一天之前世界上没有你 这一天以后世界上有了我 所以我们就生活就不一样嘛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纪念日 例如说跟情人跟家庭有关系的 在这一天之前 关系是这样子 就在这一天之前人生是黑白的 然后在这一天以后人生就全黑了 意思是这样子 就某一个天日子特别 所以我记日子的方式是因为 在这一天以后世界有所不同 那我是理解这一天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人 在这个世界 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我是慢慢慢慢去记的 我不是一家记那么多 对 因为毕竟我以为要50岁了 所以我花很长的时间去理解 跟思考这些事情 很遥远的地方打仗 然后几月几号 就我就觉得跟我的关系没有很多 就是我可能 我比较没有办法去共情这件事情 如果说现在有人在准备 历史地理考试的话 比如说好了 澳洲历史 对它没有兴趣 但是我要怎么样去记澳洲历史 那我们一定要先想想看 到底西方人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大海时代 对16世纪 16世纪发现的时候 那为什么叫澳洲 因为它是Australia对不对 它这个字其实是从拉丁文来的 意思是反过来的地方 所以他们以前想象就是 世界在北半球 那南半球是不是有一模一样的大陆 它是世界是镜像的 所以他们就想象 无论是南极洲还是澳洲 他们都是从这个 这个拉丁文延伸出来的 抱着这种想象 他们到大海里面去探索 一发现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英国人跟荷兰人 他们是共同发现了澳洲 那澳洲的城市像布里斯本 墨尔本 阿德雷德 坎培拉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全部都是英国以前首相的名字 所以你记得澳洲的城市的时候 你也刚好也记得 英国历任首相的名字 这是很特别的 有一些事情你单单去了解它的时候 可能它最近讲很模糊 但是你也不用一下子就记这么多了 记忆法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叫记忆宫殿 它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房间 第二个是旅程 如果你去过澳洲的话 那你会想一想 就是说你当年从 试验任何一个地方 先抵达澳洲 抵达澳洲之后 你会先到哪里 雪梨 然后到了雪梨之后 到你的旅程是怎么样 其实你用旅程 然后去标记 生命中记得或了解的东西 慢慢慢慢的把它放进去 以后呢 就是说你在人生里面 还有在阅读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东西 就慢慢的把它搬进去 你不要把旅程 定为它是单一的一条线 因为记忆事情的方法 我常常在讲的就是 旅程开始与遥远的过去 结束在不可知的未来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意大利 例如说 你一定吃过冰淇淋 你一定喝过Cappuccino 然后你一定看过法拉利 甚至于有人戴的手表 就是佩娜海 这些全部是意大利 所以你在去之前 你已经了解这个 你已经知道这个国家了 它是只是一个点而已 当你第一次去意大利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然后重点是 为什么意大利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因为跟它文化有关 意大利的核心就是感官 意乐 享受 所以你看到它什么东西都是追求爽度为主 很爽 例如说像法拉利 Lamborghini 它是一种感官取乐的 他们的艺术也好 他们的工业设计也好 其实都是这样 以取业人为主 所以你去意大利一趟的时候 你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你就会把这些拼图把它放进去 所以记忆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它跟你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对它一片空白的时候 实际上你本来就急不得它 那我们是透过生命的历程 慢慢把记忆的路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我们自己在人生里面放了很多路标 然后这些跟你生命有特别关系的东西 你才能把那些记忆放进去 才能把当地的历史放进去 才能把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放进去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简单来说 你把你想要记的东西 跟自己扯上关系 你就才有办法把它记起来 对 这是旅程的部分嘛 可是另外一个我刚刚讲到的就是 位置 位置嘛 那位置来讲的话 你自己最熟悉的空间是哪里 卧房 或者书房 也许是客厅嘛 对不对 闭上眼睛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这个房间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位置在哪里 甚至于架子上的书 都是你一个一个摆的 所以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嘛 就是它们位置在哪里 对不对 你只要亲手去动过的 你应该知道它在哪里 人的大脑是非常特别的 它会标记你曾经接触过的东西 让我们人都会刻意遗忘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塞很多东西在大脑里面 我看过了书之后 我会想象起来 放在我真正书房的位置 这个书房也是我大脑中的位置 闭上眼睛 我可以想象出来我的书房的样子 然后我所有的书 我看我阅读过的资料 就在我的书房 这就是记忆宫殿 最核心的概念 也就是我最熟悉的场域 那我想象把它拿出来 然后翻 我就不记得上面写什么 其实你不用记得全部 不可能有人记得全部 你只要记得这本书 大概在讲什么就好了 你每次读了书 你后来发现内容大同小异 新的书拿来的时候 它可能只是讲到 你不知道的一小部分 所以当你对这个主题 非常熟悉的时候 实际上每一本书对你来讲 它就是一小部分而已 它不是一大本 很多人会把一本书 单多是一个砖头来挑战 其实我那是错的 可是你要一开始去累积 就像我们投资一样 你要先开始累积 你知识的本金 你知识的本金够多的时候 你才有那个负利 我大概可以用 我以前所学的东西来 理解哲亲刚刚讲的话 就是其实头脑里面呢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神经元 你在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纯进你头脑里面 它不是像电脑什么 记忆体这些东西 而是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连结 简单的说 刚刚哲亲讲的记忆宫殿 你把它放去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重新再活络一次 那一块神经元 比如说关于宋朝的神经元 你是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 那你每加一个 其实你会活动一次 神经元叠加上去的 你要去记忆的那个神经元 跟另外一个你原本很熟的东西扯上关系的时候 老实说你在跑的速度这个会比较快 如果常常有归类的习惯的话 可能你头脑里面有100个分类 你然后你常常习惯这样分来分去这样归类 你就会再跑一次再跑一次 你就会又再再活起来这样 也不是说读完书毕业了之后 就不需要记忆力了 我觉得头脑的锻炼 因为我们都想要活到很老 而且有很高品质的生活嘛 头脑是像肌肉一样就是要训练 我就会跟我儿子玩记忆游戏 对于小孩的教育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教他 记忆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几种形态 例如说它跟情感有关系的 它跟空间场域有关系的 它跟时间有关系的 跟感官有关系的 每一个人的记忆事情的方法都不一样 例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偏向视觉型的 有的人可能偏向触觉型的 或者是听觉型的 他们可能听过一次旋律 他们在任何乐器上就可以演奏出来 那我觉得任何的记忆 我觉得是技巧的那个记忆 跟人的记忆啊 就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孩子在记忆事情的时候 通常是以背诵为主 慢慢慢慢慢慢的 让他对人情世故有了解的时候 他其实对这些文字 艺术影像音乐的理解会更深 所以我没有办法提出什么 直接很有效的方法 我觉得你刚讲的就已经 点醒我了 我以前在看东西就觉得就是很平面 这是什么就是什么 可是你刚刚讲的就是 帮这个平面的东西增加它的厚度 我觉得这样子我大概懂了 怎么跟我的小孩讲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们来想背后的事情 就是我可能我帮助他在发想几个 怎么样可以深入更了解背景的东西 来去理解这个 是 其实我觉得记忆的发展 它是有顺序的 那早些年的话就是 尽可能的去理解跟指认这个世界 那我觉得要充满了好奇跟热情这样子 那慢慢慢慢的当产生情感之后 其实它就会进到我们的大脑里面 以我自己来讲 就是我在生长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是非常封闭的 就我家庭的关系我非常非常封闭 我唯一的乐趣来自于阅读 我在生长过程里面 我很少朋友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朋友 那我的唯一的朋友就是书籍 可以透过文字跟过去的人 跟他们交谈 这种感觉 这些小孩子就是很奇怪这样子 文字是我唯一的慰藉 书本是我唯一的慰藉 即使我对我讲 念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 就是像男语症这样子的事情 它是一种disorder 它在台湾里面有17%的人 你一定有碰过这种人 男语症是阅读困难 是阅读困难 dislexia 对 也有点像 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型 例如说像一个英文 例如说teacher这个字 我们学过 你拿掉t之后 我就不认识了 很特别 你就不知道 你就看不出来说 这个字应该加什么 它就变什么 你可能把t拿掉的时候 each下是什么 你知道我以前考英文的时候 我绝对跑不好的 你说student 你拿掉几个字 我就不认得他了 这是一种表现型 还有另外一种是 我们在生活中最容易碰到的 你没有听过有人看不懂漫画 看了第一格之后 不知道第二格在哪里 然后他们不知道对话的顺序 你们一定有碰过嘛 对不对 那就是很典型的 阅读障碍难语症 那另外一种是 文字卡它大脑里面 它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的是属于就是 文字 我再怎么努力的背 我以前一开始理解成文字 后来我把它理解成 声音跟图像的时候 我就记得了 对我来讲字不是字 它是图 它是一个一个的图这样子 那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会念艺术史的原因 有这种disorder 并不代表你人生就毁了 而是你自己在 漫长的成长过程里面 你就会摸索出一个 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也许对别人也有用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后来在思考 记忆工 因为这个记忆工店 其实跟古代的方式 还有跟我自己理解的方式 有很多精神上 跟方法上的契合 我有一阵子 状态不好的时候 一条文字我看不完 就看完 一二三四五个字之后 我想它在讲什么 就看不懂 那时候我吓死了 那个其实有时候 跟心情有关 就有专注力有关 这也没什么 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人生也不应该 再搁浅在这行字 你先跳过去就好了 我是原本就可以 然后后来不行 你变成你失去了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 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之后回来就会觉得 很感谢有这个能力 在人群里面 有这样子困难的人的比例 比我想象中的多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鼓励你 这样子没有关系 可以换一个角度 来认识这个世界 换一个方式来吸收 并不一定要用 每个人都用的同样方法 在这个社会常常 大家会去 不小心攻击跟你不一样的人 然后就会觉得 那你就努力一点嘛 你有什么不专心 专心啊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 其实他们的process的方式 就是本质上就是跟你不一样 不是专心努力 就可以达成的 是 我在成长过程里面 就很明显 也就是我课业有一些 就是跟不上 那有一些 就是会满分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我理解事情的方式 不太一样 但是事实上的缺陷 并不代表就是 我人生就会毁在这里 我一直以来 最好的科目 其实是写作 写作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就是我整理思路的方法 因为我可能讲不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可是我透过文字 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 逐步逐步的去整理我的思绪 用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我们在学校 学的起程转合 就这么简单 这么八股的方式 但是它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 我常常在讲就是 很多人觉得学公式 武术里面学套路 觉得它很无聊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发展出新的 在过程里面 就是基本的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人有办法学很多事情 可是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一直到了中学的时候 我一个国文老师 他开始看见我写作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其他事情都不要去管 你就专心读你的书 你喜欢的书 然后写作这件事情 在大学的时候 我去上了一堂通识课 第一堂课结束之后 老师国文老师跟我讲说 你有阅读障碍 你知道吗 你表达事情的方法 然后什么的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心里想说看一下什么 然后他刚好 他有认识的学妹 所以是一个语言治疗师 我去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其实这很正常 你可以试着怎么样去记忆事情 我们现在在讲话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有稿子给我念的时候 你知道有语言障碍的人会断掉 比如说 今天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我断字的方法会非常奇怪 因为我会用一块一块一块的方法 区块去记忆文字 所以你知道跟人讲话的时候 你发现他断句的方式 不是连的 而是他断句的方式是用一块一块一块 它是无论是输出还是输入的形式 很明显就是不一样 那他就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障碍 但是这个障碍并不会影响我们生活 只是影响我们表达而已 那所以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其实可以去解决 那我说是吗 后来就去找了治疗师 所以他就帮我做了很多 包括了读报 读文字 再什么 念出声音来 然后慢慢的我就理解到说 原来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改善我理解事情的方法 包括记忆力 所以这个是我在人生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 关于记忆还有学习上的转折 很谢谢自己没有放弃自己 有些人会觉得我读书不在行 那算了做别的 是我不认为我读书很在行 我在念书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成绩没有说是非常好 只是我对我有兴趣的事情 充满了执着跟热情而已 那后来我就往我喜爱的事情走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对我们也很宽容 当然有时候很残忍 但是宽容的地方是 你只要在自己的冷门的这个场域 在你所擅长的左外野 拿出成绩之后 那基本上你就用自己的位置 哇今天真的是 各种心里小小的被动了一下 很多的事情 你要把它当成困难 它就会是困难 要相信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当你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那它可能外显的结果 可能不是这么好 比如说可能某些课目领分 但是你同样也要努力的 看到自己的优点 你自认自己有什么专长 当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 更要努力去看到自己的优点 然后想办法去发挥 因为像哲青讲的 你人生你只要一件事情很在行就好了 而且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 所以今天谢谢哲青来这边 跟我们分享一些内心的事情 其实听了也觉得蛮温暖的 因为是一个自己没有放弃自己 别人也还会鼓励你的故事 我觉得这些学习的方法是可以被理解跟系统化的 那我觉得自己最强的 最擅长的地方 交以磨练 最后最后丢一个故事给大家 就是Tigerwood 我老虎无知 这个世界著名的高球名将 它最强的是长打 它长打几乎可以一干上锅里 它最弱的是什么 是撒坑 只要求掉撒坑 它这一局 它这一动就毁了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练习 那当然是不要打到沙坑 一直学我最厉害的那个 把他弄到最强 对 所以Tigerwood 只将80%的时间去练长打 他将他的长处练到天下无敌 然后沙坑就练到说不要太丢脸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样他可以拿到世界冠军 大家共勉之 我们是没有想要这么世界冠军 但是就是同样的 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拧用 不要像我一样 觉得没有兴趣的东西就死被印记 做事情是讲方法的 哲青这边退出了记忆宫殿 是在这一次的记忆宫殿里面呢 实际上它有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记得喜欢的事情 喜欢记得的事情 从方法论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记忆力 在脑海中建立自己的记忆宫殿 然后记忆的方式 在每一个专业上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突破 那记忆宫殿里面 从早期的我们怎么样建立自己的 知识的作业系统 有这个作业系统之后 我们可以安装任何 你想要的无论是知识也好 或者是学科也好 然后到最后呢 你怎么样在这个专业上面 然后继续精进 记忆宫殿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方法 是从古代到现在 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就有了 那我只是这一次呢 透过课程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去看看咯 那今天就这样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赞里面分享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请帮我订阅一下 谢谢收看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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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